12亿融资投资是打水漂啊 来看到这个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华府呢已经出手了 建议立陶宛要考虑把台湾代表处改名 来缓和立陶宛和中国大陆的双边关系 而且呢说原来这个名字 台湾代表处台湾两个字 可能会打开中国大陆的胁迫大门 而且破坏立陶宛和台湾深化关系 这已经话说到这了 那当然消息传出呢 包括美国方面还有立陶宛都双双否认 但我要讲的是 在说各位会意外吗 一点都不意外吧 只是说这个改名是改成怎么样 会改回台北吗 台北代表处 很复杂的问题 而且这样一改改回台北代表处 难道对立陶宛来说 就已经可以成功的安抚中国大陆吗 在外交关系上 如果你先出去后来再修正 那就代表你认输了 外交关系很微妙嘛 现在的状况就非常非常的复杂 因为立陶宛做这个决定 有没有跟欧盟说 其实照理说 如果立陶宛遇到 第一时间遇到的问题 应该要先跟谁反应 一定是欧盟嘛 天牙若碧林 那一定是以旁边最接近的人 然后在天牙若碧林找台湾 结果他第一时间是找台湾 那代表是什么 大家都是美国的棋子 所以在这个时候立陶宛他一定往北看 往东看往南看 那远在外面的美国跟台湾是最支持他的 可是远水救不了近活啊 那现在麻烦的就是我状况现在就不好了 那我状况不好谁能帮我 一定是希望欧盟能帮 结果欧盟的状况现在会不会帮他 不会 第一个 他之前要宣布的时候 跟欧盟连商量都没有商量 直接蹦了就出去 所以欧盟的议会主席说 你今天怎么马上给我搞这个麻烦 第二 欧盟今年的联席会主席是谁 法国 法国 法国为什么 法国现在对美国没有以前那么挺 为什么 因为AUKUS之前闹的乱七八糟 你还记不记得 澳洲的潜舰本来是要跟法国买的 这下把它转去给英国 好啊 那你们AUKUS五眼联盟你们最厉害啊 法国 你还记不记得 他要接的时候前几天要讲什么话 我们欧盟对于中国 对于世界的局势 我们要有自己的战略自主 他的意思就是 我不要跟美国一起啊 那这个事情既然是美国跟你立陶宛搞的 我法国现在是 欧盟联席会主席 为什么我要去管这件事 所以立陶宛会觉得更怕 因为他认为美国你应该都巧好了 北约你是北约的领导者 应该我们大家都会来保护我 而台湾远在这边 又给我们2亿 又给我们20亿 然后又给我们 那个酒拿去买 我立陶宛应该是保护 而且回头一看 除了买酒 除了还没有设的那个台积电 其他我现在到底得到什么 所以前总统不是不爽吗 而且中国大陆对他们是 是以强力的经济制裁 那个损失不是他立陶宛本身 他今天是要整个欧洲 对 第三个就是他以为 应该中国大陆用的是经济制裁 我不跟你们立陶宛买什么 他算一算 不对啊 你给我买 我每年要买你13亿 我只出口四五亿 会合啦 所以他失算 他失算 结果没想到中国的手法是 我不整理 但是我跟所有欧盟讲 你只要买立陶宛的东西 我跟你讲我就不跟你合作 你不觉得很像那个 那个欧盟版的新疆棉 你美国弄我新疆棉 谁用我就跟谁断 我现在也一样嘛 你谁用立陶宛东西我跟你断 所以立陶宛一看 中国跟美国似乎 杠起来杠的很严重 但是里头我得到什么 然后他转了说老大 欧盟你要帮我啊 欧盟说 对不起 美国之前搞我 现在我为什么要帮你 立陶宛不得不赶快 因为透过美国假消息一放 现在我们可能可以改名啦 那中国可不可能有转还余地 那转还余地就是 中国你不愿意放手一点点 那我接下来再 看能不能跟你配合一下 问题是外交这么简单吗 美国一直持续的压力 绝对不会在立陶宛说 啊我们可能要缓和的时候 然后就没了 搞不好是变诈骗集团 现在总统出来讲一句话 然后美国呢 再透过纽约时报 金融时报 再来放一点消息 然后中国就说 好我原谅你了 千惠你觉得会有这个选项吗 别闹了啦 怎么可能 中国现在底气可足了 是啊 他除了立陶宛问题 乌克兰问题 他很多事情目前为止 游刃有余 好回到过来 台湾看到了吧 对 在玩美国的战略 就是这种下场 我不是说台湾怕什么 没在怕的 可是问题是你自己看 接下来斯洛维尼克 维尼亚 所以这件事情我可以说 立陶宛也好台湾也罢 都被美国耍了 全部都是啊 先不讲这些国外情势 我回来看我们自己台湾 每一次出这种事情 我们就要割地赔款 我讲四个字没错吧 对 每次立陶宛停我们 我们就要花2亿 加码10亿 买莱姆酒 买巧克力 再往前推咧 洪杜大师要疫苗 对对 我们直接给了 再往前推咧 巴拉圭要疫苗 打给美国 美国说台湾你去处理 我们还要从外交基金里面 拨个300亿出来 帮巴拉圭张罗疫苗 那个时候我们自己疫苗都很少 对那时候我们自己都没有 我讲到现在 四五个案例 哪一个台湾 get something 得到什么 没有东西 我们全部就是 美国叫小朋友 出去闹事 中国生气 处分他之后呢 我们去处理 请问台湾现在是世界 第三大经济体 还是第二大经济体 我们到处金元 那我们换来的是 认识台湾 我们换来的是 台湾进入世界 是这样吗 你只为了几条新闻报导 为了金融时报一个报导 你付出了这些代价 接下来是什么 台商苦哈哈 你说 尼加拉瓜 现在台商叫成这样 难怪罗智政要出来喊说 不要再玩了 不要再玩了 再玩这些外交 台商都挂了 罗智政已经帮尼加拉瓜 讲话了 你确定 我们去投资完立陶宛之后 这些新台商 以后有钱可以赚了 台湾有宝贝可以拿吗 我们一直在玩这种 罗智政 连民进党的自己的立法委员 都已经喊出来了 尼加拉瓜瓜的教训 不要再玩了 再玩下去 台湾不但没有 台商也惨 对 美国会不会停 拜登 看其中选举啊 万一他一转弯耶 立陶宛一想 哇 拜登万一你状况一不好 暂时先把我放在那边 欧盟不帮我 美国不帮我 剩我跟台湾面对中国 以软及时 要是你会这样玩吗 不会 所以这件事情 反正最后呢 会改名 我觉得不会 也不会了就是这样 因为一改 那整个美国联盟全垮了 以后的事情你也不用做了 立陶宛一改名 就是欧洲版的阿富汗 就像美国撤军一样 他一改名等于美国逼你说 你改吧 那我前面玩的是什么 以后 立陶宛在世界还要不要立足啊 你几乎都被美国叫着玩嘛 如果立陶宛自己还有国格 我相信他不会做这个事 除非他的压力真的大到不行 那欧盟放弃他 美国也放弃他 那接下来大家就看透了 你拜登就是纸老虎 以后你再教我做 你觉得还有人会去做 哪里 射声 可以 我怎么办 那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